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连锁披萨店 推出的最新口味披萨 炸的酥脆的臭豆腐 还有台式泡菜黄金组合 搭配浓郁起司和蒜蓉酱油 做成的披萨 轻轻咬一口 到底滋味如何 听一下民众怎么说 新口味吧 就是如果是 我没有吃过的话 可能会想要去买来吃吃看 很神奇 就是把它配在一起 有臭豆腐的口感 然后再加上那个面皮的感觉 很特别 好 有的民众吃得津津有味 对着镜头比赞 有的人喜好表情看得出来 吃起来口感怪怪的 咬起来就是跟吃一般臭豆腐 感觉不一样 所以有一点不知道是排斥吗 还是不适应 台式小吃搭配西式披萨 中西合并挑战顾客味蕾 要比臭的还有这一款 金黄色披萨 铺满浓郁起司和榴莲 划算还会牵丝 榴莲口味披萨推出来超热销 还曾创下单日美食秒 卖出一个的记录 一般披萨已经不稀奇 臭豆腐榴莲也能入菜 越臭越有话题